既然提到了气孔开与关是决定增山中很重要的一个调节机制 那植物的气孔都在哪里呢 大部分的植物呢 其实上下表皮都有气孔 那大部分都是这样 只是一般来讲上下表皮都有 而下表皮会比较多比较密集 因为上表皮会被太阳直晒 会产生剧烈的增山 那会对植物造成影响 那有些植物碾化到后面就只有下表皮 像龙苏百合去外堂采取草 上表皮完全没有 下表皮只有下表皮有 但有些植物比较特别 也只有上表皮有 通常是一些特殊情况 我是浮水植物 叶子的下半部泡在水里面 所以气孔只是在上面 下面泡在水上面 你开气孔就会进水了 像浮帘跟浮瓶跟碎脸 有些植物是完全没有气孔的 像水云草 整个叶片在水里面 你有气孔就漏水了吗 所以它叶片很薄 直接跟水中的空气行气底交换 所以沉水植物也可能没有气孔 所以气孔的分布 完全看植物的状态来决定的 那钢旱地区的植物 为了减少气孔的水分增散 甚至气孔只在下皮之外 气孔会下陷于叶肉 这句话有人看不懂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一张照片来解释 什么叫气孔凹陷 或叫气孔内陷于叶肉中 什么鬼 等一下会看 如果今天是个绿色的植物 它的精是比较年轻的绿色精 它的表皮也会有气孔 因为要行光合作用 而气孔本来就是为了光合作用 所以当你这边可以行光合作用的话 这边的表皮就必须要有气孔 保卫细胞等构造 好以上 所以绿色的精它的表皮还在 而且会有保卫细胞形成气孔 来行光合作用 好我们来看一些实际上的照片 持股上下表皮都有 上表皮下表皮 只是下表皮会掠夺一些 龙树上表皮完全没有 下表皮很密集 只在下表皮 这是浮屏 只有上表皮有切到气孔的遗迹 下表皮没有 因为它浮在水面上 好那我们来举这个例子 这是甲竹陶 它是生活在干旱的环境的植物 它可以耐旱 所以我们很多行道书会拿甲竹陶 甲竹陶我们会说它耐旱 所以它的气孔会内凹到叶肉中 上表皮里面有变 是下表皮凹进来了 气孔在哪呢 我现在圈起来就是保卫细胞 所以气孔不在外面 而是内凹的空间里面 好干嘛这么做 跟大家解释 外面会有气体流动 如果今天气孔在外面 这边有气体流动 各位讲到气体流动 流体速度越快 压力越小 里面是速度0 外面有速度 所以外面的压力会比较小 里面的气体就被低压吸出来 所以一旦有流动 水蒸气就会从叶子内被拉到叶子外 这是流体力学达到的 速度越快压力越小 压力越小气体就会跑出去 所以为了减少这个效应 我要让气孔子在这里 因为里面是个空间 里面没有流动 这边速度0 里面速度0 是不是就没有压力差 就不会把里面的水拉出来 不会了 因为它外面是不动的空气 而不要在表面有空气流动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有我们看这边有些毛 这边有很多毛 刚好被切到一部分 这个毛是阻挡空气的流动 所以这里面的空气 不但凹陷下来 而且还有多毛 让你不要流动 所以不流动的空气 跟里面叶子内部的空气 都是不流动的 压力才会平衡 不然外面这边流动 会形成负压 空气 那个水蒸气就会一直拉出来 好 所以气孔下陷是为了形成 气孔外是一层 不会流动的空气 没有空气的对流 可以保护水分 不要一直被拉出去 减少水分散事 好 当然外面会有角质层 来保护水分 不要增散 这就是夹猪头 或是耐旱植物 气孔内凹的描述 它是指什么意思 好 以上就是夹猪头的案例